40岁的霍启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的密友张子怡和摇滚歌手汪峰宣布离婚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而如今霍启山却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他正在追求比他小15岁的25岁游泳冠军张雨菲 更令人震惊的是霍家竟然支持这段新的恋情 霍启山与张子怡的离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大家都纷纷议论纷纷对于此事褒贬不一 然而在他们离婚的背后却是一段扑朔迷离的感情故事 当我们听闻40岁的霍启山与摇滚歌手汪峰的妻子 也就是中国著名影星张子怡宣布离婚的消息时 无数人都感到震惊 想必连那些蹉跎岁月的单身贵族们都不禁怦然心动 纷纷追寻这个猎物的足迹 然而霍门夺爱的戏剧性转折并未终结 她如今正迅速追逐着那位年方25岁的游泳奥运冠军张雨菲 显然 这个富有魅力的绅士享有一种挑战规则的特权 因为她的家族支持她的决定 在谈论霍启山追求张雨菲的恋情之前 让我们回顾一下她的前任女友 也就是中国电影界的巨星张子怡 毫无疑问 张子怡是一位光芒四射的女性 她在中国拍摄的许多优秀影片中 都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 继而 她向好莱坞进发 她的希腊爱情故事 《我的父亲母亲》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 她凭借着这部影片 收获了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她的成功事业与她的美貌和自信相得益彰 成为了无数女性的榜样和男性爱慕的目标 回顾过去 张子怡和霍启山的姻缘可以说是一段传奇 这对金童玉女曾经是整个亚洲娱乐圈的焦点 媒体们争相报道她们的点点滴滴 张子怡的演艺事业一帆风顺 她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了满满的荣誉 而霍启山作为霍家的继承者 她的商业天赋更是备受瞩目 一度被视为亚洲商业界的新贵 她们这对金童玉女的结合被认为是天作之和 更被人们寄予了无数美好的祝福 在我谈论张雨菲和霍启山的恋情之前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霍启山的前任女友张子怡 作为中国著名的影星 张子怡曾经在好莱坞大放异彩 成为了国际影坛的一颗耀眼的星星 她的表演才华和超凡的演技 使她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而与之比起来 霍启山似乎黯然失色 只因为她是香港富豪霍英东的孙子 以及商业精英的身份 人们很快就发现 霍启山并非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她的才华和家族背景 都为她赢得了无数人的垂青和关注 现如今 她的个人生活 更是成为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与张子怡的分手 让人们开始怀疑 她的恋爱观念和情感生活 而如今的她 选择了比自己小15岁的张与飞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婚姻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 在八年的婚姻生活之后 霍启山和张子怡 不得不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对于这个消息的传出 无疑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许多人在看到这对 曾经被视为模范夫妻的两人 如此终结婚姻的时候 无不感叹 人事无常 世事难料 而霍启山 作为香港富豪霍英东的孙子 自然具备了不凡的身份和事业 她是一位商业精英 遇见到了许多商业机会 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她的智慧和眼光 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 但她却一直将这些优厚的条件 用来追逐爱情 这让人不得不由衷地 佩服她的勇气和激情 霍启山并未就此满足 她正在全力以赴 追求年姐25岁的游泳奥运冠军张雨菲 面对他们之间15岁的年龄差距 人们开始对她的行为表示质疑 认为这只是情场老手的一次纵欲之举 但是霍启山的家族力挺她的选择 也许正是她的家族背景和财富 让她拥有了超越常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 也让她有了翱翔于爱情天空的资本 眼下的霍启山却似乎并未因此而畏首畏尾 她依然追求着年轻貌美的张雨菲 这位25岁的游泳奥运冠军曾经以其出色的游泳技术迅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而如今 她的姓名再一次闪耀在众人的眼前 成为了媒体热议的焦点 张雨菲的出现 给了这个曾经备受争议的离婚事件一些新的火花 张雨菲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游泳奥运冠军 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两枚金牌 成为了中国游泳界的骄傲 她的优雅和坚韧更是让人为之倾倒 然而 她的个人生活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与霍启山的相遇似乎也是一场天作之和 这对异国恋 相差15岁的年龄差距 引发了人们不同的看法和评论 有人对霍启山的豪情万丈赞叹不已 认为她是勇于追求自己感情生活的人 也有人持保守态度 认为她的恋情只是出于对年轻魅力的追求 无论是哪一种观点 都无法否认的是 他们的恋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和幻想 人们对于霍启山和张雨菲的感情抱着复杂的心情 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段过眼云烟的幻想 有人则指责霍启山在这一切中 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 张子怡的感受 然而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 真爱终究是稀缺的 能够让两个人相爱相守 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差距 不论是什么背景的差异 这都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对于张雨菲来说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游泳奥运冠军 她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她的勇气和坚持为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就 她是一个堪称典范的女性 她的记忆和领悟能力无人可挑剔 然而 她年仅25岁 正值事业发展的黄金阶段 如何应对这样幸福来临的诱惑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她是否倾心于霍启山的追求 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然 这段恋情的发展充满了未知数 与之相关的传闻也将众说纷纭 但是 无论结局如何 这已经是一段引人瞩目的故事 一个40岁男人追求25岁女子的奇幻旅程 这也让我们深思 爱情是否应该受到年龄和社会地位的限制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 人们对于真爱的定义仍然有待重新审视 而霍家对于这段恋情的支持 更是给人带来了无限遐想 作为一个富豪家族的继承者 霍启山的一言一行都备受瞩目 而他们对于张雨菲的认可和支持 无疑是对他实力的肯定 正所谓 才子家人配 婚姻更许两全其美 在霍启山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霍家的支持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让人们更加惊讶的是 霍家居然支持这段新的恋情 香港的传统家庭观念一向保守 年龄差异如此之大的恋情属于罕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不正常 然而 霍家的开放和包容 给予了这段恋情足够的空间和尊重 这也让人们开始思考 年龄是否真的能成为爱情的衡量标准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越来越难以用传统观念来定义爱情的界限 无论是年龄差距大的恋情 还是异国恋情 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击破束缚 挑战常规 霍启山和张雨菲的恋情 只是众多异类恋情中的一个缩影 但恰恰因为他们的身份背景和关注度 使得这段恋情更加充满了话题性和吸引力 无论是张子怡和霍启山的婚姻 还是霍启山和张雨菲的恋情 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存在和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情 都不能否认爱情的力量和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这个波鬼云爵的戏剧舞台上 爱情的故事永远都是那么精彩 让人过目不忘 只愿霍启山能够珍惜眼前的幸福 与张雨菲共度美好的时光 也祝愿她和张子怡都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继续追求他们的梦想和人生的价值 无论有人怎样评论 人生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和决定构成的 而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们 毫无疑问 霍启山和张雨菲的恋情 将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热议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这段恋情 亦或是对年龄差异和异国恋 持有怎样的看法 都无法阻止他们的爱情之花在 众人面前绽放 毕竟 爱情无关年龄 只在于真心相爱 在这个令人心持神往的故事中 我们不禁想起 经典爱情电影的情节 这可能是一部 属于霍启山与张雨菲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不同世界的两颗心 在命运的交织下相遇 展现了对于真爱的执着追求 也许 我们对于这段恋情的期待 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幸福 更是对于爱情的无尽幻想 和对真爱的坚守 无论真相如何 这段恋情都已经成为了 众人瞩目的焦点 从张子怡到张雨菲 霍启山无疑是一个 爱情舞台上的主角 他的追求 代表着一种勇气和坚持 也让人们深思 幸福是否人性的追逐之物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段恋情 我们都希望他们 能够找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这或许才是 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们一起祝福 霍启山和张雨菲 希望他们的爱情 能够长久美好 成为彼此人生中 最珍贵的陪伴 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 他们都应该勇敢地 追求自己的幸福 愿他们的爱情故事 成为一段传世佳话 留在时光的脉络中 让人们铭记 爱情从来都是一场赌局 没有人能够预知结果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勇往直前 不畏风雨 迎接未知的挑战 愿霍启山和张雨菲 能够牵手走过人生的 每一个阶段 共同创造属于 他们的美好时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